柔佛伊斯干达公主城市政厅的17名市议员 今天在长月会议集体离席 抗议市长阿迪阿兹哈里擅自推翻各党早前通过的决定 让原本100个摘届月市级摊位最终只剩下30个 率领离席的诚信党伊斯干达公主城党边 穆哈默阿詹就狠批阿迪阿兹哈里滥用职权 蓄意破坏市议会和州政府 同时要求市长在开斋节前解释 真林山努山达拉花园摘届月市级 原本有100个摊位 但是最后被驳回了47个 只剩下30个 让伊斯干达公主城的各党市议员不满 他们今天在长月会议上 直接把矛头对准市长阿迪阿兹哈里 指控阿迪阿兹哈里推翻小组会议通过的议案 之后更集体离席抗议 导致会议流会 由于公主的决定 相信公主的决定 在决定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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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 今天 我们将出发 决定决定 决定下的决定 不断抗议 对决定下的决定 话一说完 17名市议员便陆续起身走出议会 率领离席的成信党伊斯干达公主城第九区市议员 莫哈莫阿詹事后召开记者会 抨击阿迪阿兹哈里滥权 蓄意破坏市政厅 甚至是州政府 罗哈莫阿詹 还透露 30名小贩的执照申请 即便获得批准 也是到了最后一分钟 也就是斋戒月开始的前一天 才获得通知 对他们造成困扰 他代表离席的议员 敦促阿迪阿兹哈里 在开斋节之前 向小贩解释 推翻决定的始末 而另一边乡的阿迪阿兹哈里 也表示 会指示秘书处 调查哪项事物 违反了市政厅小组的议决 再将报告提交给市议员 以及柔佛州地方政府 城市和谐 及环境委员会主席陈正春 同时要求四党市议员党编 解释离席抗议的行动 也可以速转离改变